哈喽大家好,我是志勇 相信各位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从1月13日开始 再次进入为期两个星期的MCO关制期 括号应该是 毕竟从两个月前开始 曲折人数就一直飙升 从三位数到四位数,居高不下 这次会有折动的片是因为 要建一位朋友有事情去做 而这样就去了KOCC 同时看见了KOCC的冷清画面 因此就想录下来分享给大家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上一楼 从这边望出去看 没有喷水池的表演的食堂 再加上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真正大鱼 加上原本是冷山人海 跑进来避雨的画面 因为MCO的关系 就轻易地把原本挤得水泄不通的场面 吹得一干二净 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们都知道 只有超市和餐厅能够营业 尤其是餐厅只能打包 甚至连坐下来的椅子都撤走了 全都没了 二楼的十个中心原本放满了桌子椅子 但是撤走了之后 留下的是空荡荡的空间 以及只能看不能坐的花瓶藏一门 话说回来 二楼的十个中心真的是装修的很美 特别是电话板 而且空间也装饰得更加的舒适 搭着胡提走上了四楼 就看到了许久没来的 Kinokuniya书局 结果眼前看到的是关门没开的样子 有没有想要买New Type杂志来看看新一期的封面冷物是什么呢 这下只能去欧赖买了 走到了另外一个四楼的十个中心 这里原本也是排满着桌子椅子 但是眼前空荡荡的样子真的不敢想象 这是十个中心的原貌 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国有科学探索中心的门口 当然这里也是没有营业 接下来搭电梯到了底楼 肯定是要来看看农历新年的装饰吗 轮多的时候 还勉强听得到 小包的背景音乐,相反,小包两三只显得听得更加清楚 这个时候离开KOCC,经过走廊 这里很清楚地划分人来来区区的方向 同时也提醒着保持着社交距离 能够想象得到吗?这里原本是人来人往的一个走廊 可是因为MCO的关系,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 对我而言,这真的是难以置信的画面 经过KOCC LRT站,前往A1UK去办点事情啦 走上的顶楼,床上面看下去 A1UK也同样骚射了农厘新年的装置 空间虽然很小,但看上去已经是喜气洋洋 只不过,要是再多一点光亮就更好了 因为看起来真是很暗暗暗 最后,跟着朋友到达TBS 牧手朋友离开吉隆坡 吉隆坡作为巴士的最大的重换站 气氛更加明显的冷清 毕竟现在MCO是不可以跨州 只有去警察局办理一些手续 要拿到警察取可的证明书才能够跨州 不过相较KOCC和A1UK TBS更加明亮多了 这样冷烟稀少的观景 就算是深夜也不会是这样的 绝对不会 MCO的关系搞得冷收收的农历新年 活了27年还是第一次 能不能回老家吃团圆饭还是未知数 因此真的是希望疫情能够快点过去 能够透过这两个星期的广志 能够看到一些效果 好了 那么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们就在下个短片再见咯 拜拜